哈喽,欢迎回来的频道,我是LadyMami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新加坡的咖啡文化 我在看影片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希望大家先来订阅我这一个YouTube频道 让我可以在今年内先破一万十千这个大关 我本身本来是一个不喝咖啡的人 因为喝了我就会呼吸、心跳、加速 然后晚上睡不着的人 但是自从生了Alvis之后呢 我感觉我整个身体,Body System有所变化 忽然间就是有一天有了咖啡的饮 感觉一天没有喝咖啡,我就会有一点魂不守侧的感觉 而且呢,还特别想要喝的就是那种南洋咖啡 就是Gobidiam里面的咖啡这样子 有一天呢,我上班的时候我就先去了Gobidiam 要点一杯咖啡来喝的时候 我就发现,诶? 阿嬷!我不会order coffee 我不会点咖啡 我就赶快拿了我的电话 赶快Google找一找 到底在新加坡要怎样点咖啡 所以呢,今天就想要分享一下 在新加坡,Gobidiam 你要怎样点咖啡 新加坡咖啡叫法 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喝咖啡很久很久的人呢 你想要跟我分享一下什么咖啡特别好喝 或者你最喜欢什么咖啡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一起分享哦 首先在新马呢,我们把咖啡叫很Kobi OK,不是Kobi 是Kobi 印要叫Kobi 这样子叫 因为Kobi是马来语 然后... 这个叫法感觉Kobi 就很...就很新马的感觉 就你去到咖啡店 然后你讲我要一杯Kobi 那听起来你就好像不是本地人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讲我要一杯Kobi 听起来就知道你就是Local 这样子 基本上如果你点Kobi的话呢 就是黑咖啡加念乳 念乳呢就是很粘稠很粘稠的一种甜奶 哇,小时候呢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 妈妈喝咖啡的时候偷偷加一点念乳 然后自己喝 特别的好喝 再来如果你叫KobiO的话呢 其实O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加念乳 也就是黑咖啡加糖 那KobiC的话呢就是Kobi加糖加淡奶 KobiO就是黑咖啡 没有糖没有念乳 就是纯纯的黑咖啡 这是我蛮喜欢的咖啡 那KobiGao 如果你点KobiGao的意思呢 就是要特浓特厚的咖啡 KobiBo Bo的意思呢在附近话就是薄 就是你要那个咖啡的量呢比较少 就是叫做KobiBo 因为让我雷尼分享好物的时间啦 今天雷尼要分享的好物呢 就是来自Current Body的LED面膜仪 那先给大家看看这个面膜仪长什么样子吧 哇 我收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prank 就是干嘛送我一个面具 这个面膜仪呢直接打破我对保养的认知 在网络上想说呢非常非常的流行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可以提亮你的肤色 淡化你的皱纹 还可以消除你的痘疤 消除红疹 然后它在临床上证明在四周内呢 可以消除35%的细纹皱纹 95%使用后的人呢都说有感觉到那个肤色被提亮的效果 那这里呢有很多的小灯泡 这个就是透过用红光和红外线的方式呢来进行光疗 这种质感呢是很有弹性的这种silicon的质感 然后它用起来呢就是这样包覆在我们的脸上 那就是360度呢可以这样子服贴的贴在脸上 然后它是带耳式的 基本上就是可以挂在我们的耳朵 然后还有附带这一个魔鬼毡 就可以让你直接的扣上去 最新的款式它的开关就是这样子插下去 然后就可以开关了 要充电的话用powerbank来充电就可以了 开关 基本上我就是可以解放双手 同时可以拍影片又可以做保养 而且同时还可以剪片 还可以喝咖啡 那这个光疗时间呢是10分钟 所以这10分钟这个你就可以好好地享受 它还有附带了这个眼罩 就是你可以先戴上这个眼罩 然后呢就可以休息 像我的话我就需要可能multitask 所以呢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把脸脸干净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敷上去10分钟 然后过后呢才做我最基础的保养 或者你可以敷射它们的hydrogel face mask 同时使用效果会更加更加的有效哦 那目前呢我已经使用了大概4到5个星期 除了有个星期就是中了covid 确诊那个礼拜没有使用而已 那目前呢就是每个星期我使用了大概2到3次左右 然后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脸的光泽真的会比较的提亮 然后呢肤色好像感觉也比较均匀这样子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面膜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我已经把它们的官网呢放在我的资讯栏下方啦 大家可以点击资讯栏下方的链接 来购买这个Current Body的面膜仪哦 Current Body其实是少甜少糖的意思 那它其实是广东话 这个Current Body是我呢目前也是特爱点的咖啡之一 那Current Body就是加底 加底的意思就是要加甜加糖啦 那以上这些咖啡都是热咖啡哦 如果要点冷咖啡的话呢 形容完你要点的咖啡之后 加上一个冰子就是 咖啡冰啊 像我现在喝的呢就是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咧 因为我的观众群呢 除了是新马的朋友呢 也有一些是来自香港的朋友 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的特色之一 在马来西亚呢是没有点过咖啡啦 但是我其实蛮好奇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点咖啡的话 会有多少人了解呢 基本上如果你能够掌握这样子 点咖啡的方式 你在新加坡就基本上可以生存了 那影片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交流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咖 拜拜